高中少女智商爆表 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夺得周冠军 令人瞠目结舌 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天才少女高智商碾压的电影 后裔弃兵,第三集 获得周冠军后 天才少女贝斯随着养母飞到了辛辛纳提参加比赛 最高奖金500美元 大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5万块 两人走进了预定的酒店 宽敞的房间让母女俩非常满意 贝斯来到报名处填写表格 工作人员认出了贝斯就是肯塔基州的州冠军 他欢迎贝斯来到俄亥俄州心心纳提 上楼时贝斯看到一个牛仔帽正在给一群棋手讲棋 而那人正是美国的国相冠军班尼 班尼示范卡罗坎防御给大家看 说那是1935年米赛斯和雷谢夫斯基的棋局 还说雷谢夫斯基开始下棋时 年纪比贝斯现在还小 贝斯问班尼是不是来参加比赛的 班尼说不是 说他是来探望老朋友的 还说他参加太多公开赛了 会让他元气大伤的 之后贝斯来到赛场询问他的位置 工作人员说在15号棋盘 对手一见贝斯顿时泄气 嘴里嘟囔着 对阵贝斯哈蒙可真是倒霉 而贝斯也没辜负他的失望 迅速拿下了他 赢完棋后 他碰见了上次在肯塔基州锦标赛时 那两个报名小伙 他们是代表大学来参赛的 说他们是第二和第三替补 然后他又跟另外一位选手比赛 身边围了一群人 两人下席都挺快 但贝斯还是很从容的赢了对方 没想到就连不懂象棋的养母 竟全程看完了比赛 此时那两个报名小伙又来了 说刚才贝斯的马被吃掉时 还很担心贝斯会输掉 哪知那是贝斯故意为之 然后四个人就去一家 很好的餐厅吃饭 报名小伙说 有了知名度 就可以受邀出国参加比赛了 说班尼就经常到欧洲比赛 如今已经是国际大师了 他们还说苏联起手是杀手 说他们打败美国起手 就跟吃饭一样 二十年来 没有美国起手敢奢望打败他们 说苏联起手可是领薪水的 最后的决赛 贝斯对这一名特级大师 贝斯被逼的只剩下一个车 一个马和三个兵 但贝斯气定神闲的走棋 然后没几步就将对方给僵死了 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养母高兴的说 他准备拿出12美元 作为今晚庆功宴的经费 再拿出2美元支付明天的早餐 贝斯说 那我们还剩下300多美元 而养母突然不好意思的说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抽出10% 作为我经纪人的佣金 哎哟我去 这养母还真是有经纪人的潜质啊 哪知贝斯大方的说 给你抽15%吧 也就是49.54美元 养母顿时乐开了花 而贝斯打败特级大师的新闻 登上了报纸杂志 纷纷夸赞贝斯 心其独到的战略 让人惊叹 那份从容自信 更是同龄其手的数倍 之后养母就总给贝斯请病假 然后母女俩就全国飞 到处去参加比赛 母女俩的关系也越来越和谐了 某天贝斯看到 苏联国际象棋锦标赛的报道 瓦西里伯格夫蝉联冠军 贝斯很想去苏联会一会这家伙 所以他想学习俄语 还有新闻记者跑来采访贝斯 女记者问 她是跟谁学的下棋 贝斯说 是跟孤儿院的老孝公萨贝 讨厌女记者说 贝斯是孤儿 会不会把象棋里的王 想象成自己的父亲 把后看成母亲 贝斯说不会 说他只关注棋盘 64个格子就是他的天下 女记者又说 天才和疯子只在一线间 问贝斯担不担心自己变成疯子 我去 这记者采访前应该刷刷牙 嘴太臭了 然后他就被养母赶走了 之后贝斯就上了这家杂志的封面 女记者文采飞扬的将贝斯夸奖了一番 贝斯更有名了 成了高中里的名人 学校里的男生纷纷找他来签名 就连在外面吃饭 也总会有人认出他来 但贝斯有点不高兴 因为女记者并没有把老孝公萨贝的名字登出来 之后 苹果派社团的小苹果 就来邀请贝斯去参加他们的迎新会 那意思就是吸引贝斯入团了 而贝斯同意了 众位苹果派社团的女孩 都对贝斯经常飞往各地比赛感兴趣 贝斯说 她的等级分已经达到了1800分 说她想去拉斯维加斯参加美国公开赛 但这群女孩对下棋不感兴趣 他们对那些高智商的男棋手感兴趣 问他们帅不帅 问贝斯有没有跟他们交往过 贝斯说她没时间 她只关注下棋了 一会儿功夫 电视里流行音乐响起 这群女孩就随着音乐开始扭动 边扭边唱 贝斯感觉自己如此格格不入 她借口上厕所 然后离开了 回到家 她吃了一粒镇静剂 然后躺在床上 望着天花板 开始研究棋局 这才是她最大的乐趣 一年后贝斯来到了拉斯维加斯 参加1966年的美国公开赛 没想到在这里 她遇到了暗恋对象汤斯 但汤斯不是来参赛的 而是国际相机评论杂志 派她来报道赛事的 两人聊得很火热 有点老友重逢的感觉 然后汤斯就提议 对贝斯做一个采访 而贝斯同意了 两人来到了汤斯的房间 贝斯心里砰砰乱跳 然后汤斯就开始给她拍照 开始在窗边拍 然后就到床边拍 而汤斯就越拍越近 相机都快怼到贝斯脸上了 镜头里的贝斯非常漂亮 汤斯已经心愿意马了 她还伸手触碰了贝斯的头发和脸颊 就在要出事时 突然有人推门而入 是个健壮小伙 汤斯忙给两人互相介绍 健壮小伙说 他准备到游泳池边看书 一会儿功夫 他就穿着性感的绿裤衩出门了 这明显是在宣示主权 一张大床两个人睡 原来汤斯是个同性恋 回到房间后 贝斯非常郁闷 哭咚咚喝了一瓶啤酒 杨母很奇怪 贝斯这是怎么了 她不知道贝斯 这是出师不力 败给了绿裤衩 贝斯第一局的对手 来自俄克拉荷马州 纳盘奇走了24步 第二个对手来自旧金山 贝斯以马歇尔弃兵开局 很快就赢了对方 杨母问 这次比赛的大热门 全美冠军班尼怎么样 贝斯说 班尼从小就出类拔萃 8岁就赢了很多高手 但贝斯说 他不惧怕班尼 杨母说他相信这个世界上 没有贝斯害怕的对手 但贝斯说 有一个 那就是那个俄罗斯人 瓦西里伯格夫 而很爱跟人聊天的班尼 又主动跟贝斯聊天 说他看过贝斯的报道 他直言不讳的说 贝斯在跟丑牙哈利比赛时 不该王车一位 贝斯说 我必须救出我的车 班尼说 那么做可能会失去优势 贝斯说不会 班尼说 如果他吃你的过路兵 你就无法回头了 贝斯听后心里很不安 如果真是那样 就证明自己起步有问题 于是他现场复盘了 跟丑牙哈利的那盘棋 结果果然如班尼所说 这就说明那盘棋 丑牙哈利是可以打败他的 贝斯感到很郁闷 他没想到被班尼发现了破绽 转天就到了贝斯和班尼的决赛 班尼问昨天他说的对不对 贝斯说没错 然后两人就开始对异了 贝斯眼中有光在闪烁 他盯着棋盘 棋盘上的棋子在快速移动 那是他刚刚吃了镇静剂后 用意念在推演起步 两人走的都很从容很迅速 四周围了好几层观众 大家都摒弃宁神 不敢打扰这两位天才起手 贝斯以为班尼能看出他的起步 但班尼显然没有看出来 贝斯心说你还有机会逃 但班尼却吃掉了贝斯的棋子 这正是按照贝斯设计好的来的 贝斯很高兴 本次全美公开赛 班尼已经有两个合起了 而贝斯是全胜 所以贝斯这局只要和班尼打平 就能获得全美冠军 但突然班尼吃掉了贝斯那枚保护后的兵 逼贝斯以后换后 这是贝斯没有料到的 这样就形成了车对象的残局 他想了好几种应对方式 但那些方式都不能持久 情势对他来说越来越糟糕 他花了半个小时研究那个棋局 但无济于事 而且班尼步步为营 不着急进攻 也就没有任何破绽 贝斯只能撤退 此时他表面冷静 但内心尖叫 他想起老孝公萨贝 曾对他说过的话 要学会认输 意思就是 处于绝对劣势时 不要拖延下去 认输是一种美德 于是贝斯就握手认输了 最终两人积分相同 所以获得双冠军 虽然贝斯的冠军是小冠军 但奖金平分 贝斯不在乎奖金 他在乎的是 他竟看不出班尼的步伐 离开酒店时 汤茨追出来 对贝斯表示安慰 说他以后定会打败班尼的 但贝斯说 那都不重要了 然后就坐上了出租车 这次拉斯维加斯之行 贝斯感情和比赛双失败 他握紧羊母的手 此时唯有亲情 能消磨痛苦 两个女人各怀心事 继续前行 本集中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没有谁能长胜不衰 一马平川 复盘失败 潜心尊严 或许下次你就会 输得更惨 但胜败乃兵家常识 失败越多 胜利就不会太远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顾顿白下次见 有猴